哈喽,大家好,沙马 最近有一个日本流行语在网络上非常火 叫哇化,カエルカ 什么意思呢,很好理解 字面意思,哇化就是变成青蛙 王子变青蛙,指的是你对某一个对象 突然失去了好感 这个词在女高中生群体中特别火 因为这样的现象更多的是发生在女性身上 你原本可能对某一个人硬伤还不错 甚至有可能是暗恋她的 但是因为某一个瞬间 你突然失去了想要交往的欲望 虽然这是一个更多发生在女生身上的现象 但我相信男生肯定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不知道在座的男同胞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原本和某一个女生关系还不错 你可以感觉到你们之间似乎是有火花的 但是某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对你的态度突然就变了 你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你们交往的可能性似乎在某一个瞬间 突然就消失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不用怀疑,不是想太多了 肯定就是你在她心中已经哇化了 日本有很多媒体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统治产生哇化的各种原因 我看了一些非常有意思 很多原因真的是很细节很细节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女生可以听一下是否有同感 男生也可以看一下你能不能get it up 第一次约会去了一家餐厅 她在拿到湿巾的一瞬间 直接拿起湿巾往整张脸上抹 我就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无法再在一起玩了 这个是不行的吗 我感觉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 刷卡进车站的时候 因为余额不足 机器在那里避避作响 她卡在那里进不去的那副姿态 我觉得是不过关的 这个我懂 这种情况你应该到边上去搞 不要挡住路 不然真的逼逼逼过不去会很狼狈 在车里抓着吊环的时候 身体失去平衡一个量呛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挫 这个没办法 这个不是主观可以控制的吧 在食堂端着餐盘 左部右盼找来找去 就是看不到我 这个我能理解 点餐之后 她的东西先到了 我礼貌性地说 你可以先吃 没关系的 结果她真的就先吃了 这肯定不行啊 给我发一个大大红色感叹号的表情包 我觉得大数位太重了 我不喜欢 使用可爱卖萌的emoji 会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好吧 这里还有几个电视节目列举的 我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 这个是说在餐厅点餐的时候 说请给我一份松松软软鸡蛋糊的蛋包饭 这里表达的是 有些菜单上的名字可能会很白痴 你不要老老实实念出来 直接说蛋包饭就可以了 这个怎么说呢 我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好像有点太严格了 然后这个 在卡罗K唱歌的时候 用奇怪的姿势拿麦克风 这个我不太懂 我不怎么去卡罗K 无法想象啊 还有这个 试衣服 抱着一大堆衣服去试衣间 这个我好像似乎可以想象 刚才展示的都是一些日本的案例 和国内情况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我又采访了一些我身边的朋友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看一下小丸子 小丸子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挖化呢 我觉得男生会把内裤的边露出来 或者头发很油 不刮胡子 都会让人很下头很挖化 内裤的边这个角度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到过 然后是我的一位学姐 神户大学博士后 高材生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 然后我最近可能体验到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比如说一起去那个什么商场 什么电器 那个地方买东西 然后呢 就是对方呢 就是一直找不到他想买的那个东西 但是呢 他又一直就是不去问那个店员 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 就找来找去找来找去 又找不到 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就觉得 哇 这个人就觉得厉害了 这个我懂 就是你要用更效率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不然会让人觉得很不靠谱 这个我可以理解 接下来是我的一位同事 我之前跟一个男生相亲吃饭嘛 在一家那个还蛮安静的西餐厅 他主持点了一份意面 然后在吃的时候 他把那个意面钻了起来 跟服务员要了一双筷子 然后发出了非常大声的缩面条的声音 然后我就瞬间吓透 这个不用多说什么 肯定挖话对吧 然后下一个是我在广州的一位朋友 年次会比我稍微小一些 年轻一点的小朋友 他的观点可能也会不一样 就是我问他 有没有舒服 有支撑力 但是不勒脖子的紧枕推荐 是在微信上问他 然后他说 紧枕是什么 然后第二句是四个句号 就是点点点点 然后这一瞬间 我就再也不想跟他聊天了 能懂能懂 那么今天就先分享这些吧 怎么样 各位女同胞有没有觉得同感呢 或者各位男同胞有没有觉得太严格呢 我觉得研究挖话现象 其实挺有利于磨练情商的 因为很多角度 如果不这样说出来的话 普通直男真的是没有办法感觉到的 就今天举的这些例子里 像那个拿饭垫的小毛巾磨整张脸 是一个很挫的动作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过 我觉得这样很爽啊 但是因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去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 确实很多人是介意的 那么如果各位最近有什么 产生挖话现象的特殊经历的话 欢迎分享出来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大家共同磨练情商好不好 但我要提醒一点 因为来不来垫这件事情 是非常主观的 肯定每个人都不一样 如果你在评论里 看到一些你无法赞同的观点 不要去争辩 没有意义好不好 杠经这件事情 本身就非常非常挖话 希望大家可以和谐交流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没有关注的 希望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